大家好,今天随着封面通过以及寒流南下 全台各地的气温将会越晚越冷 我们预估这波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期间 就是在今天晚间一直到周一清晨 这段期间各地的气温都明显偏低 将会有局部6度左右的气温 而在18日一整天,整天都是长时间处于比较偏冷的情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目前的天气情况 这波寒流会在前期主要是比较偏湿冷的 但是在南下之后会转为比较干冷的形态 那以今天清晨随着封面通过的影响 台湾附近其实各地都有些降雨出现 尤其是在清晨这段期间 中部地区有稍微比较明显的回波出现 那造成比较明显的降雨 而目前主要比较有降雨的地方是在北台湾的这一带 那我们目前也有发布豪雨特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降雨趋势方面 我们今天白天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一些 我们在银峰面的大台北 还有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 这一带呢 要留意有一些局部大雨或甚至好雨发生的几率 那其他呢 其实在中南部的平地也有些降雨 山区的部分呢 也是持续有一些降雨发生的情形 不过呢 很快到了今天晚间以后 随着整体的水汽逐渐减少 降雨会逐渐转去银峰面 山区部分的降雨也会比较稍微晚一些 延后一些的停歇 但是呢 我们大致上在18日的白天之后 各地呢 就是主要转为是以多云到晴 但是银峰面云量偏多的情形为主 那我们再看到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 可以看到这一波寒流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18日晚间到19日 这段期间呢 是高压逐渐地影响我们并且冬移 那可以看到19日晚间高压就冬移出海了 所以19号这一天呢 是属于寒流 清晨还在逐渐地减弱 白天呢 气温会稍微地回升 那可以看到 我们在周二 周二周三这段期间呢 其实台湾附近的气温是有稍微回升的趋势 不过很快的下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 将会在周三晚间开始逐渐的南下 那周四周五呢 持续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但是后面这波看起来是比较偏干冷的形态 也因此是一个日夜温差比较大 我们比较明显的低温呢 是出现在清晨 那在一周的降雨趋势方面 可以看到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从明天白天开始 整体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 那主要的降雨呢 就是以整个大台北东半部 这些比较迎风面局部的地方 会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 那可以看到呢 到了周三 随着下一波的东北风逐渐的增强 我们迎风面的水气又会增多 这一天是大陆冷气团南下的过程 可以看到北部东半部降雨 比起前期呢 是稍微略微增多一些 但并不会到非常的显著 那再来呢 到了周四周五 迎风面的水气也会逐渐的减少 只剩下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主要关注到温度的部分 我们今天清晨其实各地呢 都是有一些降雨 而且云量都相当的偏多 那可以看到今天清晨六点左右呢 各地的气温 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 约在14到16度之间 那南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呢 还有19到23度左右 马祖12度 金门13度 澎湖约17-18度左右 感受上面呢 是稍微有一些凉意 但是呢 可以看到今天白天之后呢 其实整体的气温是一路在下滑的 我们看到整个温度的趋势方面 红色这条线是北部宜兰的温度趋势 中南部是黄色的曲线 那花冬是蓝色的曲线 以降温比较 就是气温比较相对比较明显偏低的 北台湾这一代呢 可以看到从今天的白天开始 其实中午的气温就比较不会回升 是一路在下降的趋势 白天缓降 晚上陡降 那从17号的晚间 一直到19号周一的清晨 这段期间 其实蛮长时间是处于这个 10度左右的低温哦 那在中南部地区呢 受到云多下雨的影响 其实今天白天的气温回升 也不会到非常明显 那晚间再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气温也是一路在下滑 那比较明显的低温呢 主要是出现在 今天的晚间 以及明天的晚间 这两个部分 都分别有一些比较偏低的气温 那以整个低温的范围 比较广的情形呢 是出现在周一的清晨 这主要是由于 寒流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 那从周一的白天开始 气温会逐步的回升 刚才提到的 在周一白天到周二这段期间 整体气温相对呢 是比较回升的 那其实在中南部呢 还可以来到 接近20度左右的高温哦 但是呢 随着下一波的 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周三之后 气温呢 会再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这一波是属于 比较干冷的形态 所以可以看到 白天中午的气温 其实是有在上升的 那稍微要留意的呢 就是我们早晚的低温了 那像是在周四的清晨 有一个气温的低点 那随后呢 其实后续我们关注 后面的资料上面呢 其实在24号左右 也是有一个比较偏低的气温 那后期的预报资料 还是有一些调整 那所以我们之后呢 会持续的在关注 那至于在这一波寒流呢 我们特别关心各地 整个气温下降的趋势 那先看到这个 在颜色的部分 绿色呢 是12度以下的气温 那10度以下呢 是偏向蓝色的地方 那比较最明显偏低的 就是这个6度 深蓝色的情形 那以今天整体的降 降温的时序呢 北台湾当然是 首当其冲的最先下降 那其实在目前呢 就已经有一些 局部在接近 10度11度左右的气温 而且未来还会 持续的在降温 可以看到在今天 傍晚到晚间 普遍就会开始出现 这种10度以下的低温 从中部以北开始 那在东北部也是有 那再来呢 18号的一整天 可以看到整个 低温的范围是逐渐的 就是北台湾更明显偏低 中南部呢 也是低温的范围 逐渐在扩大 那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呢 就是在 就是18号这一整天呢 是有这种 长时间比较偏冷的情形 那再来19号清晨 这个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呢 其实各地普遍呢 其实在台南以北极 这个东半部都会有 这种10度以下的气温 那尤其呢 像是在清晨这段期间 一些比较容易有 辐射冷却出现的 这种中南部空旷地区 还有在就是苗栗这一带呢 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 6度左右的气温 沿海空旷地区 近山区平地 还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 地形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保暖 最后总结提醒大家 我们这一波寒流呢 最低可能出现的气温 在整个台南以北以及宜兰 会有局部这种 6到8度的气温 那像是在花莲 还有在北高雄的这一带呢 约8到10度 那在台东以及屏东还有高雄 虽然呢 高屏这一带 虽然比较10度的范围 是稍微没有这么的普遍 但是也是有10到14度左右的低温 那马祖门预估6度 金门8度 蓬湖12度 各地呢 都是在这段期间 今天晚间到周一的 这段清晨的期间 都比较偏冷一些 那提醒在体感温度方面 沿海空旷地区 风力比较强劲的情况之下 体感温度更会明显的偏低 那各地呢 就是在今天来讲 其实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那我们山区呢 这个降雪的情形呢 主要是有温度水气的配合的情形 那我们今天是一路降温的过程 那今天在上半天的时候 其实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约在2到4度左右的气温 这个气温呢 是有如果再低一点点的话 降雪的几率还会再更高一些 那今天白天水气多 但是到了晚间之后 水气逐渐的减少 所以说在今天晚间到明天 清晨这段期间 可能在温度水气的条件上 配合是比较好的一段期间 所以提醒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一些降雪的几率 那甚至北台湾呢 这种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也不排除 那如果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整体的气温明显的下降的话 那有一些地域零度左右的期间出现 那可能在后续几天的我们清晨 左右这种高山都会有些 大陆上面会有一些鸡兵 或是解霜的这种情形 也提醒大家前往山区活动的话 要特别的留意路况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好不知道有没有提问的部分 那你请问一下 这两天台湾本岛的平地的质疑 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哪个县市 有没有可能低于6度 6度好 那我们目前的预估呢 是以6度为主 但是其实也是 就是这种比较偏低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在明天的清晨 其实北台湾大台北这一带 一些近山区的地方 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6度左右的低温 那再来呢 就是以如果辐射冷却 比较明显一些的话呢 在19号的清晨这一段 整个6度以下气温的范围会稍微扩大 那像是 但是主要是以清晨的期间为主 那像是这种竹苗这一带 还有台中到嘉义的这种 就是大范围的平原区 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作用 那这些地方的气温 就会比其他的地方 还要再更低一些些 那当然是不排除有 就是可能在5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气温 那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监测的情形 更新地温特报 对我们今天在预报上面呢 会就是预测在礼拜三之后的 这一波冷空气看起来是 有比较接近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程度 那台北市的气温的话呢 我们目前预估在这种清晨夜晚的时段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的加成之下 可能会有11度左右的气温 但是后期的预报不确定性 其实是有一些大的 那后面看起来是有冷空气下来 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 大致上在周四的这一段清晨 那还有后面我们会持续关注 周六是不是 周五周六这个清晨 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偏低的气温 那我们会持续观察 这段期间其实东北季风盛行 那我们看起来后面是持续有 比较明显的冷空气在南下 那但是后面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 那至于它可能中间会有 就是一波接一波 或者是它是持续在一个高压的影响之下 那可能会有再补充下来 是一个比较连续的情形 那这个在模式的资料里面 其实都有显现 所以是我们会再持续关注后面这个气温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有两波比较低的情形 像是在周四的清晨 以及周五周六的这个夜晚清晨这段期间 好 那如果没有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 其实在周三这些南下之后呢 其实周四并没有明显的回升 那我们目前是以这个比较长时间的 这个高压的影响 但是比较偏干冷的形态为主 那现在是以一波的形式在提醒大家 但是后续其实当时间越接近之后 这个预报的资料会更加的明确 那这个波跟波之间 有时候是会有就是加成的作用 那我们会往后再看到 是不是有比较细的资料 试试看有几波这样子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提问的话 我们早上的天气说明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